茅台定制 有志盈在中国共享经济赛道 行业大佬一针见弃 我要做的事情是 积累中国大学生的信用 完全不靠谱 完全不靠谱 你就投了数千万 太靠谱的东西 早就有人做了 你平台赚起来的时候 综合竞争力自无无伦比的 肯定是垃圾信息 必须要被删掉的 要做的是这件事情 不在于赚到多少钱 人在爱情的时候 总是这么想 茅台定制 有志盈在中国 精彩马上呈现 集 茅台百年 叫藏老酒精华 藏 茅台百年 大师心力 酿 茅台百年 传世真品 原 国人百年梦想 向世界展示 五十六个民族 百年的机遇与梦想 茅台尊贯百年 限量面试 我和徐鸿飞 都有点完美主意 鸡蛋不够好 扔 把头像印在包装上 他说 我做良心的 新鲜 不怕扔 徐鸿飞小钱的 新鲜 不怕扔 有志盈在中国 由茅台定制 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 由新鲜不怕扔 徐鸿飞小鲜蛋特别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担任本场评委的三位创业大佬 分别是 冯伦 万通集团董事长 茅台定制 又志盈在中国总评委 被称之为业界思想家 陈小华 五八道家CEO 他在这一档下 最前沿的产业 在平台运营 产品化标准化的过程中 颇有建树 扎丽 起点创业营创事合伙人 他是一位具有好奇心 和冒险精神的投资人 他投资的领域非常广泛 接下来出场的创业者带来的 是一个大学生共享经济平台项目 薛子文 他是一个经常泡在校园网络论坛 和贴吧的铁杆动漫迷 工作十多年 薛子文看起来依然像个学生 他毕业于复旦大学 先后就职于微软 腾讯 人人网 等知名互联网企业 他钟情于大学生互联网社交 2013年他创办了大学生分享经济平台 速邦360 速邦360 让每个大学生都可以找到你需要的他 那个他究竟是谁 在速邦360的APP上 有两个功能 求帮助和有服务 速邦360是将同学间互费的人情债 变为明码标价的任务 一方发布需求 一方接受任务 这样双方就能在平台找到各自需要的他 他们各取所需完成交易 平台上限一年多 拥有注册用户80万 覆盖全国 2250所高校 交易额达到1亿元 速邦360让越来越多的同学 享受到有服务和求帮助的好处 速邦360是一款针对大学生的分享经济平台 比如说想在自修教室占个位 比如说想要找一份考研的资料 比如说想借一辆自行车 速邦360都会帮助你实现这些愿望 那些帮助你的师兄师姐 除了可以赚钱之外 也可以获得信用的积累 所以速邦360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平台 对 我的声明一下 这家公司是我投资的 但是我今天来之前我确实不知道 我有相关的利益关系 所以大家 那我们更加能考验你是否公正 好 好 想法呢挺有意思 就是你只是聚焦在大学 对 可是他们这个付费的金额会不是太多 再占一个位子可能就5块10块 但比如说我卖一个二手的iPhone4 可能就是2000块 我平均扣单价可能会在1000以上 能说一下你现在运营数据吗 我们现在有80万能用户 我们的入国大概在10% 我们的交易用户大概在30% 主要的交易场景是哪些构成的 二手买卖为主 然后会有兼职 你是个交易平台还是个社交平台 从头到底我都说我是一个做社交的人 而交易是我的入口 你既然做一个校园又做二手 你当初好像不找五八同城这种大树 是吧 有资源的 为什么要找七点创投呢 两点理由吧 跟所有风投相比 查老师他其实心里非常非常年轻 还有一点就是 但是查老师非常认同我这个正能量的观点 我要做的事情是积累中国大学生的信用 那这个信用的累积呢 主要是在交易上面 是的 才体验 那你们现在用一个什么样的 比如像类似芝麻粉一样 我们有一个西瓜信用粉 我们是在芝麻粉出来的时候 同时推出的一个西瓜信用粉 同时的西瓜和芝麻 补充一句 我对大学生是情有独钟的 因为我在大学里面是被开除的 第二个呢 我92年创业 所以我是名副其实的90后 所以我非常愿意跟年轻人在一起 生活创业 我想了解你在头的时候 你都问了一些什么问题 太多创业者上来以后讲 这个有需求 房源 这个有房客 我把它搞在一起 我基本不要听了 因为太靠谱的东西 早就有人做了 什么叫创新 大家都是为不靠谱点赞的 所以我一般都在找不靠谱的事情 这事靠谱吗 最初是完全不靠谱 完全不靠谱 你就投了数千万 忍性 但是我觉得投他这个人行不行 看准人咱们就砸进去 看准人他会去找方向的 他会把一个不靠谱的东西 变得越来越靠谱 我觉得团队很棒的 所以第一天就觉得 这么棒的团队 这么不靠谱的想法 咱们干 是不是就这个原因吗 接下来关于你的业务点评 咱俐老师先休息一下 好的 你这个整个增长的情况怎么样 融资之前我们的用户 大概十几万 融资之后就一下子到了60万 然后之后的话 现在大概每个月 10%的速度在增长 10%是什么 注册用户量 还是激活 还是转化 用户量 注册用户量 这一千万是销售额 还是那个交易额 一个亿吧 一个亿 对 那肯定是交易量吧 不可能是销售额 你也是拿用金的 6% 一个亿600万 对 为什么是6 好问题 其实是这样的 一个用户的5块钱 对他来说 是一个非常不敏感的一个数字 就我们当时就在想 我们的平台的很多交易 是100块钱 就每一笔100块钱的消费 我们说它6块钱 他觉得这是一个 他可以接受的消费指评 特别好奇 就是刚才今天我们讲 分享进去 第一个就是递推 对吧 照你们都有递推的需求 你们怎么来推广呢 一开始会以互联网 出广方式为主 比如说跟各大纲校的 BBS论坛贴吧合作 而且这个费率非常低的 对 而且跟人人网合作 包括盛大游戏 包括豆瓣 我非常清楚 哪些地方是学生会去的地方 OK 我们只去学人去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的活跃度能达到10% 如果你们的增长率真的很好 这应该跟58同城谈一谈 是吧 是吧 杰华就你58到加热平台上 也做一个先发布任务 然后去抢单 你愿意这样做吗 没有 他做了我就不愿意做了 这就每个品牌地位不一样 因为我们在提供的 都是很严肃的商业服务 是要非常讲究质量 所以我每一个东西 都要保证品质满意度 必须达到什么程度 但它是一个校园的社交这个商务 未必 比如说替我去开什么学生会 开会 这需求在我们网站 那是肯定是拉支信息 必须要被删掉的 对 但在他们来讲 这是一个有趣的东西 就大家花一块钱 不是为了挣这一块钱 卖的是种感觉知道吗 然后我们卖的是个服务和商品 这是不一样 不在一个维度 你确信不在一个维度 我觉得不在一个维度 你觉得它的维度好 还是你的维度好 如果我们做的是不变的 像我个人 我觉得我非常擅长 做十年二十年不变的 比如我每个人 对保证服务的理解 或者对房子的房源 那个性价比更好 这是永远不变的 但是每个人都去排队这件事 今天大家觉得有意思 如果网站都是这任务 大家就觉得没意思了 所以它的平台 如果要是有趣的话 它必须是不停地要找到 新一代大学生有趣的点 是的 为什么只是在大学 这个人群里面呢 对 其实我们跟它相比 它是一个严谨性 一个标准化的流程 然后质量也比较高 而我们是社交性 娱乐性和信任感 我觉得它首先是个社交 其次才是个交易 你在那平台上 发布一个任务的时候 你的心理预期是 带练一下游戏 谁帮我去 给我女朋友送的花 它发出来 它的交易那个需求 就已经被满足80%了 知道吧 已经秀出来了 它我发就很爽 我不在乎 有没有人来应聘 是吧 你的发的那样一个 满足的社交价值 和交易的价值 在你看来哪个更高 肯定是社交的价值更高 因为社交的想象力 远比交易的想象力 来得重要 另外呢 也看到你们这个股权的安排 相对起第一组来说 确实应该 这个是比较正常的安排 扎力安排的应该是 扎力比较会安排 接着要把我们三位合伙人 一起请上来吧 好的 有请我们的合伙人 我主要是负责战略 和一些数据上的运营 张杰负责运营推广 廖云是原来在 在益讯 在携程做产品经理 那家电是原来做IPTV 做百事通 做技术总监 像这些主要产品 流程设计 是你说了算 还是你们的产品设计 那个负责人说了算 当然是我们的产品设计 负责 说了算了 除非我有意见 除非你有意见 就我没意见 就他说了算 我有意见 我说了算 我开玩笑 就给他们三个 一人一票的权利 任何两个人 可以把另一个人掐死 就是除了你以外 他们三个人 互相可以把对方掐死 你们三个 有没有否决过 他的意见的案例 也会有 比如说我们有的 运营活动的话 然后我们会觉得 他太out 他的一些想法 可能太过于成熟 然后所以我们的 运营活动的话 其实现在很多时候 是以小朋友为主 你说你负责战略 你这公司一年以后 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其实不是一年以后 我可以说三年以后 希望我们做成一个 带有交易功能的人人网 大学生现在有很多 网络APP 但没有任何一个APP感受 我现在涵盖了 是大学生最想用的 手机APP 三年内完成这个目标 其实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其实没有人感受 三年后是干嘛的 我觉得你感受 你胆子也挺大的 你做社交为主 对腾讯给你的 微信给你的压力 有考虑过吗 有 我一直会觉得 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一件事情 大家总会说 如果BAT做怎么办 但是其实刚刚 陈总已经给了我 一个更好的回答 你回答他什么了 可以找58同城 因为今天互联网 越来越开放 所有大公司倾向于 投资新的部门 就弥补自己基因里 不具备的那一部分 而不是去竞争 你们日常你怎么去形容你们的文化 到底是殡仪的文化 还是极客的工程式 心怀的文化 我帮你补充去 我觉得这个团队 它是非常互联网 非常年轻的 非常青春的这么一个团队 所以在长跑上 它一定不是跑的 前面跑的很快 也不是那个摔断腿建制到最后 他们是开开心心跑完 看他们当公司就知道 但我在两个地方 扎脸 我要打一个问号 一个问号是 你以社交为主 交易为辅 我觉得这个比例 真的是要好好地想一想 其实共享经济的大方向是对的 切入点 对了 路径选择是否对 其实很多公司都是死在路径上 所以我不认为交易 比你的社交更弱 如果是社交的话 我觉得要翻过 微信这座山 我觉得太大了 那么第二个问号的话 你要做西瓜信用 我觉得你暗暗有心想 跟阿里抗衡的决心 对吧 人家是芝麻信用 你要做西瓜信用 但在一个企业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可以 接入芝麻信用 就是让你跑的速度 更加快一点 因为信用体系的开发 这个里面所需要大数据的建模的能力 非常的强 那么这几个问号呢 供您参考 对的 是的 一直痴迷于互联网社交的薛子文 他要和他的团队用三年时间 再造一个具有交易功能的人人网分享平台 他们能否获得三位大佬认可 近期茅台定制 有志赢在中国总决赛 马上揭晓 最初投这360的时候呢 是从第一天讨论过 比如说大学生当中的社交和分享 年轻喜欢去看世界 大家拼一个房间 拼一辆车 这是大学生里面几乎每一个大学生都在做的事情 因为我们觉得上面很多很多地方 我了解创成本质 其实他是想做一个交易 交易 带信用的交易网站 信用是跟交易跟信用在一起 这个方向其实很靠谱 因为在一个校园里面 大家都有信用 所以买一个电动车 买一本书 甚至其他的服务 金融服务都是很靠谱的 从综合起来 包括公司治理 包括他的一个长远的一个愿景 的一个表述 我们觉得还是留下 接下来出场的创业者带来的 是一个家庭式端租互联网平台项目 他叫黄岳 他是中欧商学院的硕士研究生 他曾在美国朗讯 法国阿尔法特 等世界500强企业就职 从一名技术员做到了公司高管 他是一名连续创业者 先后创办过礼品网 酒店预定网 一次去美国旅行 他和妻子住到了一个民宿 零距离感受到了美国本土文化 让他感受到震撼之余 突然萌生了一个商业计划 他要在中国创办一个家庭式 短租互联网平台 2012年 他与妻子共同创办了 木鸟短租项目 他们要把一些闲置在各大旅游景点附近的民居 通过网络平台 分享给更多有需求的游客 无论你是要到云南大理的尔海 还是要到海南的三亚的海滩 都可以通过木鸟短租 找到一个像家一样温馨的民宿 度过一个个美好的夜晚 目前为止 黄越的木鸟短租项目 已经顺利融资1.6亿元 拥有500多万用户 推广到全国396座城市 那么接下来 我用七分钟的时间 会展示木鸟短租的产品 下面请我的道具登场 谢谢 为什么会带一个熊到现场呢 有一种房子非常非常地受欢迎 就是家庭房 尤其是亲子房 我们有一个房东姓李 就是上下两层的房子 他有一个滑梯 小朋友喜欢的不得了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李哥 我要参加赢在中国 你能不能把你那个玩具 拿一件 我到现场展示一下 所以他就 他就给我买了一个这么个熊 在木鸟短租上 你可能会定到 音响特别棒的房间 书特别多的房间 钢琴特别好的房间 还有那种躺在床上 看电影的房间 民宿的房间 有很多的家庭生活气息在里边 我想PVT帮我放一下 三亚的一个海景房 独动的一个别墅 自个卧室 三个卫生间 有两个客厅 还有一个地下的卡拉OK 还有一个私人游泳池 然后大家猜一猜 它的一天价格是多少钱 猜对了 小熊送给大家 多少 三千 两千 没有那么高 一千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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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千五 送给这位美女 一千三百八十元 每一天拿家一千三百八十元 其实平均下来还是很划算的 大家拿出手机关注微信 幕僚短注 输入赢在中国四个字 就会有八百八十八的现金大礼包 但是我发现你讲的东西不真实 因为我对这个行业比较了解 因为投了类似的公司 什么问题呢 并不是像你说的 我们家里有个小熊弄得很 非常漂亮 没人住请你来住 我们家里音响很好 请你来听 不是的 我家里有个破房子想赚钱 结果呢 用户也是聪明 看那个房间破房间 上面漏着水嘛 这个抽水马桶 这个都坏了 还要四千块钱 我才不租 现在问题是这个问题 这菜单是幕僚短注的优势实际上 就大家去出去订房的时候 实际上是很喜欢这个房间的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我到了现场以后 这图片真不真实啊 价格真不真实啊 卫生好不好啊 然后他就去看点评 幕僚短注的评价是必还的 平台的责任我认为 其实就是把标准做好 然后把评级做好 如果这个房间很差的话 我就想办法把它往下排 甚至就下线 我并不是担心你图片不真实 我担心是什么 刚才那房子很没妙 大家都想去住 如果大家都游完泳 接下来谁去换那个泳池的水 我们有五八到家 对不对 不会因为你做广告就给你打分的 就是说其实确实是 大部分的房东呢 请了职业化的保洁师 因为价格也很便宜 在一个他们非常的专业 所以我觉得未来呢 民宿其实它的卫生质量 可以达到酒店的一定的成绩标准 我看一下你这个数字 就是说你这种 实际上你们赚的是佣金 对吧 对对 你现在说的这个销售额 是指你的佣金是1.61亿吗 不对吧 这个数字 这是我们的交易额 对啊 EMV 所以这不能叫你的销售额 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佣金的比例 是收它多少 我们现在是10% 10 对 那就1600万 对对 做了四年 融资融了将近一个亿 其实你的业绩 刚才冯总分析得很清楚 你不是做了一点多亿 就做了一千多万 从这里边 我觉得运营上面 好像是有问题的 那么在平台里边 其实我们对比来说 还算是好的了 因为旅游的时候 人们是地标式搜索 也就是说密度一定要上去 所以在前期投入 其实还是挺大的 我现在是396个城市 30万套房源 当我们把这些平台 把这些房源建立好以后 假如说我们把推广的力度 加大一些 给我们平台赚起来的时候 它的这种门槛 它这种综合竞争力 是无与伦比的 我想的大道理 我完全懂 对吧 我是个平台 我上面有30万套房子 我一年一个多亿 这说明还是空房间 你不到1%才能出去 这个问题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也是我平台上的一个烦恼 尤其是做这种 基于地理位置的平台 房源的密度 如果达不到一定的标准 它的用户获取成本 非常的高 客户满意度都不高 它来了以后找不到房子 对不对 你的房子 房源密度越高 就变酒店 对吧 分享经济就用互联网 把分散的碎片网的东西 集中起来 而你现在说我用密度 密度最好搞五星酒店的 大酒店的全部在里边 你的问题是说 你太懂这个行业 太吃大 你没有利用分享经济 你拥有分享经济的故事 融了钱 但是用传统的 做酒店的方法在经营 所以你现在还是空房率很高 租不出去 好 请请上你的团队 大家好 我是《木鸟短书》的赵永梅 主要负责HR和客服部 我可能会想 特别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是大家觉得 创业是不是一件 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每一个创业者 是不是都值得被鼓励的 所以真心地希望 在座的各位 用你们最热烈的掌声 能给我们所有今天的选手 一个最诚挚的祝福和鼓励 好吗 好 谢谢大家 刚才赵老师说了一下 但是我同时 我跟他的观点不一样 我反驳他一下 我认为创业 也应该是坚强的 你应该有一个打不死的心 秦伟老师给你提的意见 其实是促进了你自己的 对业务的再思考和再提升 你们的反而代表的是 只持有7.9%的赵总 对吧 这个安排也很特别 你持61的股份 你为什么不是法人代表 这个其实没关系的 但这种安排是比较少见的 因为未来在法律上 还是有些不方便的地方 反正可以变更的 没关系 是的 这个安排是比较特别的安排 对对对 那两位有股份吗 他们是期权 期权池子有多大 10% 我想用冯伦的这双眼睛看一下 因为你是老江湖 你觉得这个团队做了这件事情 你觉得怎么样 整个来说就是比较重 我不知道有个什么感觉 另外我也就还是刚才那个好奇问题 我不知道你这个法人代表跟这CEO是一家的吗 对对对 这是我的爱人 这是我的妻子 刚才冯老师在我猜到了 冯老师刚才就是跟我已经说了 厉害 太厉害了 老江湖就是看这个的 刚才其实短片里面播出来了 不像你知道吗 没看出来 他化妆了吗 是一个人 我保证是一个人 所以这样的话就在公司治理上呢 实际上就是说是你们夫妻两个来主导这间公司 这就是治理上的 刚才我就说 留一些东西呢就是会比较重 那么治理结构应该在一开始的 如果从制度上在治理上安排上 不去做一些防范 那么未来有可能出现你们意想不到的一些麻烦 张力 他这个团队结构你看怎么样 我觉得他们问题没有找到实质情况 你目前只做了一个把房子搬上来 并没有解决这些房东的痛苦 住不出去啊 你都没有找到真正的穴位在哪儿 你把房子也不管他 什么也不管他 把那些愿意去住这些房子的人找到 上面有30万 哇 到你牛了 我去你打偏了 老师 我能说一句吗 我最大的一个痛苦呢 就是我们几个里边 其实没有营销型人才 目前营销是我来兼任 但我可能 我是一个不合格的营销人才 如果营在中国 足够强大的话 天哪 赐给我一个营销总监吧 我在您的纸上写的两个字就是营销 就是你没有帮人家卖出去 人家房东是来挣钱的 然后租客来什么 就房子加服务加安全 你必须要去整合 不能让顾客再次整合 如果这里你做到超级完美 性价比特别好 特别完美 你就可以自带流量 没有的话 你就只能靠中间那个营销能力 把两端连起来 已经是第三次创业的黄岳 他与妻子共同创办的 木鸟短租项目 就是要把闲职的旅游景点的民居 通过网络平台 分享给更多有需求的游客 他们能否获得三位大佬认可 晋级茅台定制 优志赢在中国总决赛 马上接下 我并不觉得这商业模式成立 因为我不太相信 这边有需求 这边有什么 我把它比在一起 我这成功了 太合乎国际 而且市场上有很多人在做 他的团队里面很典型 除了他的夫妻创业以外 里面真正有互联网的基因人很少 这个项目在我看来 没什么味道 其实他今天如果在这个模式上 不是不行 他的营销必须变得非常强 他的SEO的能力 SEM的能力 品牌广告的能力 他递推的能力 所以今天对短组来讲很难建立 这个生意模式 因为你融了很多钱 现在还没赚钱 这是表面的现象 但实际上就这个模式的增长了 包括现在竞争格局 按扎厉的话说 看不到太多创新的点 宝先生 您先就这一段暂别一段 黄月 你觉得遗憾吗 遗憾 非常遗憾 但我觉得今天也学到不少知识 就是跟三位评委老师 也很高兴来到迎在中国 也希望木娘短足 能够越来越强大 谢谢 黄月 你其实做的事情没错 我始终在想 今天他为什么要下去呢 实际上在这个团队里面 你和夫人是最主导的力量 对吗 然后你和夫人都来自于原来的 无论是培训行业 还是你过去所在的500强的大公司 都是传统的行业 其实扎厉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一句话点评非常到位 就是说你用的共享经济的 这样一个商业模式 可是你在用一个传统产业 B2C的思维方式在运营 共享经济如果你做的C2C的平台 或者小B2C的这样一个平台 其实进入了互联网创业里面 最最艰难的一个部分 C2C其实全部的秘密就在于运营 而你们两位真的是 不太擅长互联网运营的 这样一对夫妻 我觉得事情没有错 是团队本身 有可能你自己本身 就是一个瓶颈 我觉得如果你有勇气 把很大一部分的股份 让给来做这运营的这个人 可能会杀出一条血路 这是我的一个旁观者的 一个建议 好 你这边请